據《每日經濟新聞》報導 昨天從北方南下的沙塵已經跨過長江 進入江南地區 抵達江南南部的浙江、江西、湖南等地 也是這次沙塵天氣南下過程的最難界 報導引述大陸天氣網首席氣象分析師胡蕭的說話 江南一帶的降雨或比沙塵帶來一定的潔淨作用 但也有可能為上述的地區帶來泥雨 據大陸天氣官方微博發布的消息 今日沙塵繼續向南擴展至江南南部 據湖南天氣官方微博12號的消息 當日上午惡陽、常德、益陽等地受沙塵的影響 空氣污染指數已經達到重度及以上污染的級別 而另外中國天氣網官方微博12號消息 由於低空反氣旋的影響 12號下午之後京津基等地張吹偏南風 本來已經南下的沙塵將回流 北京市氣象台12號9點15分 也曾發布沙塵藍色預警訊號 只受偏南風的影響 北京市南部地區再度出現浮沉天氣 預計12號下午1點至11點 北京市大部分地區將會有浮沉天氣 各部地區有陽沙 而12號下午之後 北京果然出現了偏南風加大 沙塵回流的現象 喂喂,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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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